你还记得泡面广告里面 那个大街小巷都在喊的张军雅小妹妹吗 当时顶着爆炸头 大家觉得好可爱 印象好深刻 其实她现在已经是18岁的少女了 在脸书上po上了自己的照片 跟当年那小女孩的样子 有人觉得判若两人 而她告诉大家 以后她想当白衣天使 或者以后会有张军雅小护士 一头长发 远远脸蛋 嘴角还有颗招牌制 您还记得她是谁吗 张军雅小妹妹 你们家的泡面已经煮好了 你们阿嬷陪你一分钟来 趕快转去吃 当年顶着爆炸头 穿制服跑回家的张军雅 误打误撞变成甲鱼户晓的广告童星 国小一年级的时候 然后她来学校找去 就是小学生一年级的时候 然后她就想找那种 脸比较就晃晃晃晃的那种 然后也比较 比较乡土型的小孩 因为还小嘛 那时候妈妈也是觉得说 拍完的话我们就可以吃鸡腿便当 那时候我觉得 鸡腿就这样好啊 当然好啊 泡面广告闯出名声 不过大家熟悉的张军雅 本名叫做简家瑜 过去还曾经跟正元唱 李依晨拍过偶像剧 那你是他的女朋友 不是 她是我太太 你应该骗了吧 当年因为拍偶像剧 崇拜正元唱饰演的植树医生 现任他就读护专护理科四年级 那时候植树是就是正元唱是当医生嘛 然后相亲是护士 然后我就觉得 对于那个医护工作有一些憧憬 从当年的爆炸头小妹 变成18岁的少女 脸书PO上一系列 绣长腿为美照 跟当年模样判若两人 但神韵依旧有几分项 尽管未来立志成为白衣天使 但如果有机会也不排除 继续在演艺圈发展 TUBS新闻综合报导